枕边经典,睡前陪你重温 晚上好,这里是枕边经典 今天晚上继续为您分享来自三毛的文字 本篇文章选自三毛的送你一匹马 一起来欣赏今晚的内容 每次回国,下机场时心中往往已经如临大敌 知道要面临的是一场体力与心力极大的考验与忍耐 其实外在的压力事实上并不太会干扰到内心真正的那一份自在和空白 是可以二分的 最怕的人是母亲 在我爱的人面前,应付这个字便使不出来 爱使一切变得好比最初的人 是不可能在这个字的定义下去讲理论和手段的 多年前当我第一次回国 单独上街去的时候 母亲追了出来 一再地叮咛着 绿灯才可以过街 红灯要停步 不要忘了,这很危险的呀 当时我真的被她烦死了 跑着逃掉 口里还在悄悄地顶嘴 怪她不肯信任我 可是当我真的停在那一盏红灯的街道对面时 眼泪却夺眶而出 妈妈,我不是不会 我爱你 你看,我不是停步了吗 最近又回国了 母亲要我签名送书给亲戚们 我顺从地开始写 她又在旁边讲 云云姐姐的玉字是家宝玉的玉 你要称她姐姐 因为我们太爱这位正直敬业的朋友 不要写错了 《红楼梦》中 宝玉带玉的玉 写玉编字加个点 不要错了 那时我忍下了 因为她永远不相信我会写这个玉字 我心里十分不耐 可是不再顶嘴 我回国是住在父母家中的 吃鱼 母亲怕我被鱼刺卡住 穿衣 她在一旁指点 万一心情好 多吃了一些 她强迫我在接电话的那 紧忙不堪的时候内 要我同时答话 同时搬开口腔 将呛死人的胃药粉 人参粉和维他命 加上一杯开水 在不可能的情况下灌溉下去 结果人呛得半死 她心安理得地走开 电话的对方 以为我得了气喘 回想起来 我一度的决心 要离开父母 是因为对父母爱的忍耐 已经到了极限 而我不反抗 是在这份爱的泛滥之下 父母化解了 我已独自担当的 对生计和环境全然的责任和坚强 她不相信 我对人生的体验 在某些方面 其实做孩子的 已是比她的心境更老 而更苍凉 无论如何说 固执的母爱 已使我放弃了挑战生活的信心和考验 在爱的伟大前提之下 母亲胜了 也因对她的爱无可割舍 令人丧失了一个自由心灵的信心和坚持 我想了又想 这个家庭的悲喜剧 只有开诚勿工地与父母公开谈论 请他们信任我 在人生的旅途上 不要太过于以他们的方式来保护我 这件事情 双方说得坦诚 也同意 万一我回国定居 可能搬出去住 保持距离 各自按照正确的方向 彼此做适度的退让和调整 这一点父母一口答应了 而我 为了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 做了一个 在别的家庭中 可能引起极大的伤心 甚而加上不孝罪名的叛逆者 幸而父母开明 彼此总算了解 讲通了 乐意回国定居 可是母亲居然又说 那么你搬出去 我隔几天 一定要送菜去给你吃 不吃我不安心 又说 莫名其妙的男朋友 不许透露地址 他们纠缠你 我们如何来救 你会应付吗 17年离家 自爱自重 也懂得保护自己 分别善悟和虚伪 可是 在父母的眼中 我永远是一个天真的小孩子 他们绝对不相信 我有足够的能力 应付人事的复杂 虽然品格和教养 是已慢慢在建立 可是 他们只怕我上当 父亲其实才是小孩子 他的金钱借出去了 大半有据无还 还不敢开口 向人讨回 这使他的律师公费 常常是年节时 送来一些水果 便解决了他 日夜复暗的辛劳 有一次 一场费力的诉讼结果 对方送了一个大西瓜来 公费便不提了 当事人走时 父亲居然道谢又道谢 然后开西瓜 叫我们吃 我当时便骂他太没有勇气去讨公费 他居然一笑置之 说这是意外的收入 如果当事人一毛不拔 过河拆桥 反脸不认 又将他如何 这种行径 我不去向他反复啰嗦 因为没有权利 因为我信任他 不会让我们动恶 可是 当我舍不得买下一件 千元以上的衣服时 他又反过来批命 讲道理给我听 说我太节省 衣着太陈旧 有时运用金钱的能力 太刻苦 所以刻薄自己也 确实 明 立 衣 石 和形 我都不看重 只有在住的环境上 稍稍奢侈 渴望一片蓝天 一个可以种花草的阳台 没有电话的设备 新鲜的空气 便是暗宁的余生 可是 这样的条件 在台湾 又岂容易 父母期望的是 喂猪 当我看见 父母家的窗外 一片灰色的公寓时 我的心 常常因为视线的 无法辽阔和舒畅 而觉 自由心灵的丧失 和无奈 毕竟 不是大饮 吃不吃 都不能解决问题 可是父母 不理这些 绝对不理 母亲看我吃 她便快乐无比 我便笑称 吃到成了千台金的 大肥猪而死时 她必定在宴气之前 还要灌一碗参汤下去 好使她的爱 因为那碗汤 使我黄泉之路 走得更有体力 爱和信任 爱与尊重 爱过多时 便是负担和干扰 这句话 对父母说了千万次 因为他们的固执 失败的总是我 因为不忍 毕竟这一切 都是出于 彼此刻骨的爱 每当我一回国 家中必叫说 闹腾分子又回来了 平静的生活 因我的不肯将眼睛 也吃到堵住 必然有一番 伤到母亲心灵深处的悲哀 可是 我不能将自己 离家十七年的生活习惯 在孝道的前提之下 丧失了自我 改变成一个 只是顾命吃饭的人 而完全放弃了 自我建立的生活形态 在父母面前 再年长的儿女 都是小孩子 可是中国的孩子 在伦理的包袱下 往往担得太认真和顺服 没有改革家庭的勇气 和明智 这样在孝道上 其实也是余孝 我们忘了 父母在我们小时候 教导我们 等我们长大了 也有教育父母的责任 当然 在方式和语气上 一定本着爱的回报和坚持 双方做一个适度的调整 不然这个社会 如何有进步和新的气象呢 一个国家社会的基本 还是来源于家庭的 基本结构和建立 如果年轻的一代 只是顺而不孝 默默地忍受了 上一代的生活方式和观念 一旦我们做了父母的时候 又用同样的生活习惯和思想 自自然然地 叫自己的孩子 再走上祖父母的那种生活方式 这在理性上来说 便是不孝了 父母的经历和爱心 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再好的一方面 我们接受 学习 回报 在不合时代的另一面 一定不可强求 闹出家庭悲剧 慢慢感化 沟通 如果这一些都试尽了 而没有成果 那么只有忍耐爱的负担和枷锁 享受天伦之乐中 一些泪人的无奈和欣慰 但是不能忘了 我们也是个体 内心稍稍追求你那一份神秘的自在吧 因为我的父母开明 才会有这份勇气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母亲不再来替我 一个中年的女儿 盖背的偶尔自由中 写出了一个子女 对父母的心声 父亲母亲爱你们 胜于一切 甚而向老天爷求命 但愿先去的是你们 而我 最没有勇气活下去的一个人 为了父母 要撑到最后 这件事情 在我实在是艰难 可是答应回国定居 答应中国是接触的复杂和压力 答应吃饭 答应一切你们对我 心肝宝贝的关爱 那么 也请你们适度地给我自由 在我的双肩上 因为有一口虚析的机会 将这份爱的重负 化为责任的 欣然承担 看到后台很多听友 喜欢三毛的文字 所以今天在节目最后 也为大家推荐一本 很不错的书 来自三毛的 撒哈拉的故事 同时呢 该书将由京东图书提供八本 作为本期节目的福利 那感谢京东图书的支持 本书在京东图书有售 欢迎大家前往购买 挑好书 上京东 喜欢这本书的朋友们 欢迎转发我们本期的节目 并且在节目下方认真留言 我们将会在留言区 选择八位幸运听众 免费寄出这一本 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 今天就是这样 感谢你的收听 也欢迎关注枕编经典 我是你吧 我们下期 再会 我下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